今在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Long time no see 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快乐 也把我们所做的功德供养各位 这是我们做功德最主要的目的 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 真的 这一次我们要从纽约坐飞机来洛杉矶 那当然时间不好 居士就去买了一些披萨 结果叫我们没地方吃 后来就去找有位置的地方 结果位置都满了 就剩下有一个算六个位置 但是有做一个太太 可能前面是他先生去买东西吧 我们想说 哇 这怎么做 但是那位太太眼睛看我们一眼 意思是说 你们可以坐这边 那我们就坐吧 因为他是女众 但是看他眼睛很温柔 我就坐 我当然不敢坐旁边 我坐在最角落 后来还剩下一个位置 我啊 占星师 占合师 还有一个位置 因为他旁边 没人敢坐 后来我们赞扬法师来看 他就坐下去了 我看到那个女生我就觉得说 我认识他 他认识我 我又看到他带着汉人的恋主意 因为他是美国人嘛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佛的心是用这样来看世间的 而不是说 你是外国人 我是比丘 所以那时候赞扬坐他身边 我也觉得说 一般我们比丘不坐他身边 特别他们受决 但是他也心甘情愿坐下去 所以等我们全部都吃完了 我当然送他礼物回向给他 又到后机室 后机室因为要排队 没有位置 又没有位置 绕来绕去 刚好三个位置 但是最旁边坐一个 穿着低胸的女人 怎么办 我只好坐这边 不能不坐啊 然后占星人来坐这边 这边又空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赞扬是绕绕绕 他又去坐那个位置 我想 他为什么要坐 等我们要上飞机的时候 我们先走 站合身 师父你们先走 因为你们前面 他还坐在那边 陪那个女生 那我讲到这样 请问那个女生是他的谁 过去的太太 因为那个女生看我们来 他也是笑得很灿烂 所以这个叫因缘 只是你了解这个因缘 我这样说 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事物 我们都要洗那个缘 当然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比较好的思想 反正任何人我都想要帮助他 他是鬼教徒 不懂的都没关系 因为哄啊哄 哄啊哄 把我的功德布施给他 供养他 替他施施 替他布施 因为就像你妈妈坐你旁边一样 你的父亲坐你旁边一样 所以我这一次从欧洲坐到飞机 坐到这边来 旁边一对夫妻 我一看就知道我爸爸妈妈 就是有直觉 就是说你会关心 他们也关心我 另外这边坐一对年轻的男女 他们也一直看我 当然会看啊 只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会想看他呢 对不对 所以昨天那个空中小姐 也一直拿给我吃啊 一看也知道 这个也是有缘的 但是这是因为你学佛了 那这些缘就会来 因为这些缘 如果你好好跟他结一个缘 就像昨天那位太太跟小孩 如果我现在没有用佛法 一直回向布施 我再问你 下辈子我还要不要跟他再结婚 还要不要再生四个小孩 那这个爸爸可累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任何一个缘 你要赶快用佛法跟他结缘 你就可以断了一个世俗的缘 本来他要杀你的 本来他要嫁你的 本来他要做你儿子 让你养到吐血的 但是你现在就要一直回向给他 感恩他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一个无恶的悲心 然后对待 包括前面在他们在弄面包 我也一直回向 反正眼睛被你看到的 你都要保持一个不执着的空性 一个全然接受的悲心 祈愿他将来能够成佛 而且身上随时要记得带的纪念品 我昨天出来我还有一个直觉说 我要带一本英文的慈悲的眼睛 弄来弄去怕行李太重 算了 直觉叫我要带 那是因为分别心怕重 又把它塞掉去 不然我那一本还可以送给我过去的太太 我意思是说佛法 因为我英文不强 所以我只能吹口气在炼珠上送给他 但是如果他可以看看 他又是大乘佛教 很难得的 所以有时候各位你要用直觉 但是直觉是一种清静心的显现 可以 如果你现在乱了 你所决定的东西会出问题 所以任何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念念观音菩萨 念念心经 念念仪鬼 平静了 他会给你一个 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 就像我每次他们找素食找素食 那里就开始 他们一般人现在已经相信那个 上面有没有 我都是那时候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然后告诉你 左边我都自己已经定好答案了 然后看他的Google引导了 对不对 就按照你的想法 后来我就跟他说 右边 为什么 试试看 不行在左边 因为我只是直觉 我并没有神通 但是我发觉 只要我心清静 然后呢 去找那个人一定有缘 可能左边也有 右边也有 但是右边这个缘比左边的缘重要 就像有一次 我们去台湾屏东 要去一个寺庙吧 没有吃饭 结果跑到另外一个乡下 那我说 我那边我们去吃素 结果那个老板娘看到我哭啊 真想抱我一下 她就很讶异 然后准备最好吃的满桌给我吃 我也知道不收钱了 但是她就是希望 你还要再来 但是我的想法 我可能不会来了 因为缘分可能就这一次而已 但是我要把握那个因缘 把自己能够修行出家 抱她世俗的缘 可能是我太太 可能是我妈妈 一定是这里面最那个的角色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不管你是修什么样法门 那这些法门目的就是要调柔你的心清静 那这些法门 是要让你产生对众生那种不舍的悲心 我很想帮助你 为了你 为了你 我要修菩提心 我一定要称佛 要把自己放在心里 当然在行为上 我们绝对的身心因果在实践 那叫十四刻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安排这个事情 让你能够忍辱 让你能够起慈悲 让你能够断我执法执 佛菩萨因为 各位要相信 来 念一下 把自己奉献给佛菩萨 把圆满的心 所有的生命 供养佛菩萨 佛菩萨会安排你 好不好 结不结婚 佛菩萨会安排 三宝会安排 生老病死 三宝会安排 只要我们不断地相信佛菩萨 相信阿弥陀佛 我们广积各种善业功德 我们不断地回光返照 我自己哪里有问题 心态 语言 行为 所以一直要反响 但是各位最好的方法 听听别人的意见 好不好 如果一个老公愿意听老婆的 保证他发财 是吗 台湾人说 听老婆的富贵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接受对方的意见 这个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不一样的是 就是一种老师跟学生的意见 或是离开众生 你没办法成佛 因为众生也是你的老师 这一点是我 我结婚以后 所得到的一个很好的答案 原来我的儿子 是我生命的老师 我的太太是我感情的老师 我父母是我一种报恩的老师 我从这里面 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做好 虽然我出家了 有一次我太太说 你有没有想我 有 对天发誓 因为有一次中秋节 故意跑来找我 中秋佳节 背诗亲 对不对 带着我的儿子 从老远的地方来找我 第一句话就问我 你有没有想我 这是女人标准的话 有 早中晚回想给你 因为没有你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其他的女人 没有爸爸妈妈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 全天下的父母 特别我儿子 他是我心中的宝贝 没有他 我就不知道妈妈的伟大 父亲的辛苦 那种父子之爱 这么深 为什么 没有儿子 我不知道佛陀怎么爱儿子 对不对 佛陀怎么爱我们 他对我们那种 你只要一点点不对 他上心 所以佛陀就希望 我们随时想着他 就讲大师之言通章 如母义子 对不对 儿子如果想妈妈 妈妈本来就在想儿子 母子相遇 所以 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佛教知识没问题 佛教各场的法会演讲 因为上网太多了 但是这个佛法如何用在你 当下的心态 一个柔软调柔的心 一个完全打开 接受众生的心 完全相信奉献给佛菩萨的心 然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包括直觉 对跟错 好像你就会有一点了解 因为你就像光一样 你自然就看到 就像那个时候叫 己孤独长者 他为了儿子的婚事 后来听到佛陀这两个字 他就不想办婚事 他心里一直没办法睡 佛陀佛陀 为什么他们讲佛陀这两个字 他心里震撼 结果晚上睡不着觉 他就出来 他一出来 他心里奇怪 叫一道光 为什么 因为他意念了佛陀 佛陀也知道 佛陀就故意在有一个地点等他 他心中有一道光 就让他去接近佛陀 因为这样 看到佛陀生了法喜 佛陀给他说法 正的出国 所以他就决定 回到家乡 这就是奇缘今色的来临 他所有的钱去买土地 对不对 盖房子 供养佛陀 因为他用心 他这里面没有分别 也不是他是佛教徒 只是他听到佛陀这两个字 当然是代表素式的缘 成熟了 我想就像各位你结婚了 你看到 哦 对 就是这个男人 那对了 但是那个是痛苦的开始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佛法 你必须把佛法很强烈 不然你就会去看到 像我现在看到我过去的太太 我都想我神秘观点不错 我想这些女人都长得有一点标志 而且重点都在眼神 不是啊 就是有一种妈妈的眼神 我所看到的 过去我都觉得 因为她眼睛里面有一种 然后这些女人 你就会看到